莫愁你怎么又回来了 莫愁舍不得万岁 那太后就舍得让你走吗 我骗太后说 是我肚子不舒服 你怎么不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啊 万岁 莫愁真的是肚子不舒服 吃坏东西了 有没有看看太医啊 不 万岁 莫愁好像 好像什么 好像是有了 你有了 启禀皇上 众大臣已在养心殿恭候皇上 让他们等着 多远点多远点 这 皇上怎么办啊 莫愁 这孩子不能要啊 皇宫里有规矩 皇上不能娶汉女 你不能进宫啊 不是我要这个孩子 莫愁 别傻了 朕不能娶你啊 你也不能说朕是这孩子的父亲 莫愁不要名分的 可是莫愁 你未婚生子怎么面对天下人呢 莫愁不怕 天下人耻笑 莫愁 听话 这孩子会害了你一生的 莫愁 皇上 你自己报仇 莫愁 莫愁小心 别摔倒了 皇上 皇上你好偏心啊 怕阿姐摔倒就怕我摔倒了 杰大人 你够狠的呀 你害得乌大人挨了板子 害乌大人挨板子是何大人你 怎么会是我呢 怎么会是我呢 就此理 你要不用这假风筝来害我 吴大人怎么会遭殃呢 接下来你等着 我随时候叫 哈 阿姐 在这儿放风筝 就是跟小小不一样哦 有什么不一样的 没人敢抓了呀 不知道这个祝君豪怎么样了 好 小月 你得了相思病哦 阿姐 难道你就没有喜欢的人啊 我 两位爱卿 请过来 皇上 这间街道八百里的佳吉文书 说是湖广地区的洪水都已经退了 哎呀 那全帐皇上鸿福齐天 隔隔风登灵雁呢 哈哈哈哈 季晓岚怎么不说两句啊 皇上 这是湖广百姓和河公 拼命保卫家园的结果 这个人总是要唱点反调 谁像如此 朕已经告知户部了 湖广地区今年的税收全部减免 哎呀 皇恩好荡啊 哈哈 二位卿 日夜的震灾非常辛苦 朕也会重赏你们的 谢皇上 皇上你快来看啊 皇上 我都放这儿飞起来了 哎 皇上 你刚才给了何大人和季先生重赏 你怎么忘了我们家阿姐了 莫愁 照顾太后有功 想要什么赏了 说吧 我 阿姐 阿姐你快说嘛 你啊 你跟皇上要实谋田地 对了对了 我们还要一头牛 我 莫愁想要什么朕全给 阿姐快说嘛 我 我说 阿姐你怎么了 阿姐 阿姐 莫愁 莫愁 来人哪 叫太医 来人 阿姐 我没事 真的没事 阿姐 没事就好 莫愁 听话 让太医再给你磨磨卖 我来 万岁 莫姑娘不是病 不是病就好 那就好好多歇着吧 这人都这样了 怎么能不识病呢 季先生 莫姑娘有血啊 啊 啊 太医 不许胡说 我姑娘 上代字贵中的 太医时长 十分明显 不会错的 好 你先退下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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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 你 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 你 你愿意是我的 反正不是我的 季先生 阿姐怀孕了 是黄可明黄大哥的根 你给我住口吧 你黄大哥死了多长时间了 两年了 去 把你在这儿听到的看到的 一如一时的告诉太后 请他老人家快过来 这 去 叶先生 恭喜草堂天丁啊 我说你就认准了 这是我的呀 哎呀 风流才子吧 算什么 何大人 晚岁在此 你嘴巴鸡点儿得吧 皇上 您先歇着去吧 牧丑姑娘 我们来照顾 呃 朕陪着莫超你们都回去吧 呃 掌嘴巴你 太后驾到 皇上 莫超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在这儿恐怕有碍您的放体 您还是先回宫吧 莫超 你有身孕了 季晓岚 臣子 莫超还没过门吧 是 一个女孩子家这身孕从哪儿来的 是季云管教不严愧对太后了 就是就是 莫超啊 莫超 我是疼你 爱你 视如己出 你怎么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了 你怎么真是丢进了安家的脸 莫超 该死 不能再留在宫里了 不能留在宫里了 莫超 娘不要生气 身子要紧哪 莫超 多谢太后恩典 莫超走 走 一个没过门的女孩子 往哪儿走啊 皇上 宫中宫女若不守妇道 应当如何处置啊 皇上 皇上 孩儿不知 何事 奴才在 民间女子若不守妇道 又当如何处置 是这样的 民间女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让她齐木驴 太后 这奴才也不十分清楚太后啊 请恕莫愁年少 一时糊涂之罪 对 她实在是一时糊涂 糊涂 太后 阿姐还救过皇上的命呢 莫愁 营救过皇上 健健功劳 我都记得 大清皇室 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哪 太后 莫愁 你一定是被人骗了 你快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 我绝不轻饶 阿姐 你快说嘛 我 我不能说 阿姐 那个坏男人 你还替他瞒着 阿姐 那个坏男人 你还替他瞒着 我都会避免 他死不脏了 你才替他死不脏了 我和他死不脏了 我和你男人都高兴 这些真倔啊 太后这莫愁的都是记上来惯的 这你惯的 对对对 是陈之国陈之国 看 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看他都没得可说了 太后 莫愁最干干净 请太后定罪 季先生 你把莫愁带回去吧 是 你的人要好好管教 遵旨 季先生 奉米修四谱全书 行孔梦之道 月威草堂 可不能乌烟瘴气 尊太后定罪太后 我才扶您回去吧 你相信 你接下来 臣子 你先把他扶回去 莫愁 我回去吧 先生 莫愁要走了 莫愁 草堂就是你的家呀 可是 如果魔球再住下去 是不会给先生带来麻烦的 麻烦 我季晓岚这辈子 哪天不再对付麻烦呢 我什么时候怕过呀 可是 我这次麻烦来自太后 太后她还想疼我 我这次伤害她的心 就算是天塌下来 还有我和小月在你身边的吗 魔球 丢了草堂的脸 我对不起先生你 魔球 什么都不要说 身子要紧 先生 难道也不会 我肚里的孩子是谁的 我问这个什么呀 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谁能让魔球 我心甘情愿为她怀上孩子呀 这个还用问吗 先生 你如此相信魔球 住下来吧 就是太后怪罪下来 我季晓岚和你一块儿担着 先生 魔球 快起来 起来 让你死掉 不是 没见过 你们红是 民众的 是 既然是 我需要 给你 出事 我交给你 我帮你 可说